我才知道去參加這個智慧城市展的時候 剛好走進這個圓展的攤位 然後有一支攝影機的畫面是非常的吸引我 他就剛好夾在圓展攤位的正上方 那我就詢問他業務啊但是是什麼啊 結果 那個業務竟然把這支攝影機寄給我測試就是 EVER DL10 那這次啊他主要的功能就是他有加入了所謂的 自動追蹤的功能 那你大家就覺得說這自動追蹤好像沒什麼啊 不是市面上最近有一些募資平台有一些 在募資的一些攝影機都有這些功能 手比這樣子他就跟著我 手比這個樣子的時候那個就會做數位放大 其實這些廠商在宣稱這些功能的時候他就強調他的功能性 他並沒有強調他的辨識率是怎麼樣的 也就說你實際買回去的時候 你按照這個樣子 你可能要比個兩三次 可能比個三次會中個兩次 而且你比的位置還要 比這個地方 你比這個地方可能就不行了 這就是個辨識率的問題啊 那你今天想想看了你今天你是在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研討會 或是很重要的直播的現場 結果你還沒手能比來比去 比個三次中個兩次 那你也不知道說會不會有辨識錯誤的問題 結果你台下觀眾就以為你在耍猴戚 幹嘛一直在比這樣一直在比這樣子 所以啊我對這個手勢辨識我是抱持的懷疑的態度 攝影機他有提供的遙控器 他這邊有個on off 這邊 按就是說他就可以 打開來之後那個攝影機就會跟隨著我 我有實際測試過他的辨識率 是非常非常的高 這隻攝影機啊除了剛剛講的AI的自動追蹤之外 那他的重要的 輸出界面就兩個一個是網路的RTSP的輸出一個是USB Webcam的輸出 那對於一般的DIY用物來說 這個網路的輸出可能會比較陌生一點對於這個webcam輸出 插入電腦就可以直接使用會比較有一個親切感 那很可惜這隻攝影機的他沒有 所謂的 記憶卡可以留在這身邊 也沒有所謂的那個HDMI的輸出 HDMI輸出可以直接接這個電視啊 或者是接這個 視訊導播機enterminipro 就可以在這上面做一個切換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要告訴他說 如何讓這一個 EVER的DL10 那他的使用介面更擴充出來 我今天跟大家介紹一個產品就是這個 USB攝影機的Dunkin Station 他可以將這個 DL10的這個USB Webcam的輸出 讓他擴充 擴充成什么呢 好我們剛才講的 可以接電視嗎 他有一個就是這個 HDMI的輸出 然後呢他還可以接 iPad 接iPad干嘛 iPad可以當螢幕啊 那iPad可以拿來直播啊 好這第二個 那他還有一路的是做儲存 就是說你可以接這個 記憶卡 隨身碟這些都可以的 你可以將這一個的 影像直接錄影到這個上面去 那當然還有一個叫做uvc的輸出 就是這個的USB Webcam 連接到 這一個 uvc Webcam 印之後 他可以變成HDI輸出什麼什麼都可以 那他還有一路bypass出來 也就是說 你接了他之後他還有一路 的USB輸出可以直接 電腦 好我今天跟他分享說怎麼使用操作 我們要將這個DL10的USB Webcam 輸出把它擴展出來 連接這盒子之後他就可以接電視 接PC 接iPad 還可以做錄影在這個記憶卡上面 好我們今天電源連上去之後 然後他的USB的輸出 USB輸出連接到這一個轉換器的 webcam in的地方 接進來 這個轉換器要電源啊 是5伏特電源插上去 好我們首先接電視看看 這邊有個電視輸出電視 然後把打開電源 有沒有看到 這個 你有聽到回音嗎 回音表示說 這支有收音的功能 我先把電源關聲音關掉 用遙控器可以控制他的方向 然後我來看他他有個追蹤功能嗎把打開來啊打開來 然後他就會跟著我走 你看我的頭在哪邊他就轉到哪邊去 然後我們也可以錄影啊 這邊有個錄影的地方 可以接個記憶卡 按下去 就錄影了你看這紅有紅色的燈 他就一直持續在錄影中了 好然後呢 他還可以輸出到這一個電視上面去 這個USB webcam輸出的地方 連接到 pc 好這時候 pc打開那個obs就可以使用了 或是打開你的roon skype等等的都可以用 你看這樣有沒有出來 好還可以做什么事呢 連接到ipad ipad的話要準備一個 usbc的hub然後 再把它接起來 然後連接到這邊有個 連接到這邊有個iOS的地方連接起來 好這時候我再打開ipad就看得到畫面了 打開app叫media link switcher打開來 好你看就有畫面了 這個app啊你就可以在上面做臉書直播啊 youtube直播等等等都可以的 這個電視的輸出啊 其實是要接這個導播機使用的 因為在做直播的過程中 或者在做這個視訊會議的過程中 你可以用你的手去做一個 控制說你到底現在輸出是什麼視訊來源 好那我把這個電視的螢幕的HDMI連接到這個 Anton mini pro 這邊 打開來你看這邊產生一個mati view的功能 好然後呢我再把這個hdi的輸出 連接到這個anton mini pro的channel 2 ok我調整全螢幕 ok 所以在做直播的過程中 就可以用導播機做切換 把將你的 evermedia dl10變成 HDMI的視訊導播機的一個 視訊來源 你看到我這一只他的 視訊追蹤是非常強悍的 這樣轉 轉過來 完全不用擔心說他會不會漏掉 那如果你還要做更進一步的一些 視訊追蹤的切換 比如說做roo in roo now 我覺得你用遙控器會比較好 就這樣子 你看畫質多漂亮 這樣 人家做這麼大隻的攝影機 絕對有他的道理啦 就好像說單眼相機為什麼要做的跟大炮一樣 跟一般的數位相機就做成一個薄薄的一個紙片一樣 你以為人家是傻蛋嗎 因為他都是用到這個光學的鏡頭 還有一些這個 辨識的精確度上面去 今天我們在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演講場合 我們在意的是一個 精確度問題 你的手總不能一直這樣子這樣子這樣子吧 那我們就要透過這一個精確度很高的這個 AI算法 去做你的人臉的追蹤 對於一個演講者來說 你在走路的過程中你就拿著遙控器 你這次要 臉部追蹤你就按這一個 按下去然後他就會追蹤你的臉型做一個追蹤 這個DL110啊他的 輸出是非常的簡單簡約的他就第一個USB輸出第二個是這個以太網路輸出 我的想法是說 將他的USB的輸出把它擴充出來 我擴充成什麼呢 第一個他可以在iPad上面做直播或者是顯示 第二個呢 他可以變成一個HDMI輸出 你可以連接這個視訊的導播機呀 然後第三個呢 因為剛已經連接了這一個的USB的輸出之後 他已經沒有USB輸出了嘛 我們這一個盒子他有做一個USB Webcam的bypass輸出 你就可以連接到這個PC的OBS Studio 你也可以繼續使用他的UBC的功能 那當然他可以錄影到你的這一個 這個記憶卡上面去 好以上是簡單的做個介紹謝謝大家